Restate 一下就是 呃 接下来的一到两个小时是 US 计算机俱乐部的一个 美洲的 呃 技术沙龙出的分享会 所以呃 欢迎你留在这里去听 如果你不是 这个来听我们的 不是想来听我们的技术讲述的话 但是如果你感觉到有 呃 有被打扰的话呢 可以呃 我们看看能怎么处理的问题 呃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分享 那 有人在看直播吗 有九个 有九个 那今天会给大家讲 讲一个就这学系的 第一第一期的 这学系的第一期 以及我们呃 总共以来的就是有协会的 第五期呃 做了一个技术沙龙 那么这学系第一个沙龙呢 会 我打算做一些不是那么有技术含量的 那么 这学系接下来的几个沙龙就会呃 非常的硬核 嗯 硬核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我们呃 高可老可能会有一些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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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统计统计不是数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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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学 密码学 就是非常硬核的话题 啊我们都会 陆续追逐一些比较硬核的话题 所以如果你喜欢硬核技术的话题的话 可以持续观众 那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那个 呃 计算机 技术领域里面的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就是这个开源软件运动 就是呃 开源软件是相对于币源软件说的一个软件的变种 就是说呃这个软件呢它原来满着开放 呃 顾名思义就是如此 那么 实际上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开源软件 比如说呃这种名呢 可能 大部分人电脑都会装一个firefox 那么firefox本身就是一个 呃 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源软件 而且是在全世界知名都非常高的一个 呃 当然了还有非常多的一些 呃 各行各业人士 赞许的一些软件 比如说呃 呃 一般人所熟知的android是google 收购了一家创业工 一家startup之后开源出来的一个 呃 手机操作系统 它是基于linux 而linux也是一个开源软件 那python 呃 广泛用于数据分析 呃 也是以它本身这个语言 包括语言的 呃规范 还有它的官方的出了一个 python的节制器 也都是开源的 都是原来满在网上找到的 还有这个呃机器学习的呃 呃 赞许的tensorflow 这个框架本身 就它用它的这个代码 他的tensorflow 本身的代码是开源的 那么呃 用会人员赞取的ngx 是毛子写的 这个具有四层只能使用的这个高性能网页 以及这个linux 这个呃 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除了windows 以外的第三种 最流行的操作系统 那么这些都是围绕到我们这边的一些 一些开源软件的例子 呃 其实还有更多 应该说的非常多 就是 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一般人也是不会体会到 呃 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开源软件的支撑 我们每天的各种生活 呃 这就包括linux linux这个操作系统呢 呃 他在普通人之中 不是那么受欢迎 因为他 呃 他的市场 他最欢迎的 最最欢迎的地方 是服务器 还有高性能计算 这些地方呢 呃 很少会见到windows 反而是跟个人计算机 是一个反过来的情况 所以 呃 在那些地方呢 如果你说 啊我要 比如说天鹅二号是吧 有这个 呃 花费后费 呃 但是如果说 我为了一个 这个电脑或者是像阿里 通讯云这样的运营服务商 他为了去 运行他的几万台公有运服务器 等于买几万份windows 这明显不现实 而且windows的性能 其实 所以时候 不太不怎么样 那么 Linux这种成本的一个选择 所以 呃 开源软件这个东西 很有趣 就是 他是关于一些程序员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 作品分享出来 呃 这是一个 诈役真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 做法 那么 实际上开源软件的历史 是比这个有趣的 首先他是 呃 开源软件呢 的历史一直要追溯到大概是 一九八几年 也不对 呃 六几年七几年左右的时候 就刚开始 这个D3G刚开始 呃 那么有一些黑客 是MIT 就是麻省理工的黑客 他们觉得 呃 这个我们搞了一些 呃 很伟大的文件 比如说 当时有unix 那么unix操的系统呢 是当时 当时还没有windows 也没有 呃 苹果 苹果也还没有 苹果是后来几十年才有的 那么 他们觉得呢 这些伟大的东西 不应该自己独占 这些大学里研发的 这些研究成果 应该是免费 给所有人去使用的 那么 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商业公司 说 我们发现这么优秀的软件 为什么不 我们不把它圈起来 拿得赚钱呢 那么就开始出现了SUN 就是 呃 Jawa 大概应该知道 那么Jawa呢 现在是由 甲骨文公司运 现在他的前身 呃 甲骨文是 因为并购了这个SUN MICROSYSTEM 才有这个Jawa的这个运动权 所以SUN MICROSYSTEM 是那个时候的一个 呃 比较不辉煌的一个商业公司 当然他现在已经化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占了才一 period 他们说 不行 我们要这个软件自由 是吧 呃 我们的社会已经有德先生 赛先生 我们要软件也 拥有德先生 所以 他们就有创造了一个词 叫叫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 在英文里叫free software 对 呃这个词 这个词很尴尬的一个存在 因为free 这个词 在英文里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自由 另外一个就是免费 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别人理解 成那个免费软件 那不是到处都有吗 就很尴尬 那所以他们一直会强调这个free software 是这个met of liberty not price 所以他们就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 你think about free speech not free beer 这个言论自由 而不是免费的提酒 这样就在英文上把这个奇异消除掉了 所以他们认为 一份自由软件应该怎么样呢 一个人拿到一份自由软件的原代码 他应该有权利用它 修改它 然后广泛的传播它 研究它 并且改进它 这些都是一个人 如果一旦他拥有一份自由软件的原代码 他有权利这么做 而不是像 呃 毕业软件一样 我拿到一份vidos的原码 我什么都不能做 否则我不能起诉 这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权利 也必然 他们认为 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赢了这些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自由感情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群黑客里面又有一个光头 当然不是真正的光头 就是这个理查德斯波曼 他站出来说这个 呃 我是你们的爷 所以就 所以就这个 他又站出来成立的这个 站出来的这个成立人格诺 格诺 格诺这个组织 就是他的全称的名字 格诺是用UNIX 那么格诺是用UNIX 这个全称里面的格诺的意思是 格诺是用UNIX 这里面格诺的 全称又是格诺是用UNIX 所以这是一个逼对缩写 就是一个进行开的一个玩具 所以呃 他创建这个下方的目的就是 我们要搞一个生态 啊 这个小米生态店 然后要搞这个耿耳生态店 所以呢 他们做个操作系统 然后把要做操作系统的一切 全部开放成自由软件 那么首先他们就做了一个GCC GCC这个编译器是到目前为止 都是非常受欢迎 就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开源的 popular的C语言编译器 当然它现在已经不仅可以编译C语言 C语言 它可以编译很多语言 但是 见到它的全名叫GNU Compiler Collection 之前刚开始叫GNU C Compiler 所以它叫GCC 那么GCC呢 是一个编译器 它呢 就被用来编译一些技术软件 以及操作系统 那么 这个RMS本人 就是VisualStormer本人呢 他有一个自己自认为很酷的作品 叫IMEX 那么IMEX呢 是一个操作系统 它其实是一个编译 不是编译器 编译器 编译器 它其实是一个 就算那个 技术本一样 或者是VisualStormer 编译器 但是功能太过长大 因为RMS的脑梦哲 太大 这个编译器和无线破绽 也至于它后来 被人牺牲为一个操作系统 但它牺牲不上 那么它其实是革路生态的一部分 就是操作系统的人 当然是要有一个编译器 有一个编译器 需要那个 开发的东西开发 那么还陪于这个 这个图是怎么回事 我们翻车了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图是怎么回事 这个图显示不出来啊 这个图其实是那个 操作系统 就是操作系统内核 那么 其实这里就很翻领 就是操作系统内核 就是操作系统内核 一直到 八几年的时候 包括所有的GCC 包括所有的配套软件 包括这些系统里的 技术 技术也都有 他们就是少一个内核 这很尴尬 他们所有的软件 所有的 包括B1技术内核 所有的东西 都是自己研发自由软件 只有操作系统内核 不是 那么他们八几年的时候 把这些很多会搞出来的时候 很基于一个 的 微内核 但是那个微内核 太复杂了 他们搞不定 所以 那其实也没有人能搞 所以 但是 我们一定要坚持 我们一向的优雅原则 是吧 那个 操作系统是不能丑陋的 所以 他们就坚持做一个 搞到现在为止 最近的一年里 才刚刚开始支持 3GB 以上的内核 就 2018年 他们才支持3GB 以上的内核 在今天听起来很好笑 但他们进度就是如此 所以 所以他们就少一个操作的内核 这就是很宽敬 一会儿我们讲的这个问题 呃 好 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那么 他们这个内核到1991年的时候 有人终于看不下去了 那么这个人就说 你这个格顿武评啊 操作系统还没有 呃 我 他说 他认识不爽 这个为什么现在 没有人做一个 开源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 可以修改的操作系统 我 不如写一个 他就自己用业余时间 可以写的一个 然后 写出来的时候 一个很基础的 放到系统 一个很想一想的 是在那个 当时某一种特定处理 其他运行的 一条386的 其他运行的 然后他就给 他是 他就给那个大 给那个 邮件列表里 发了一封请 说这个 这个 大家好 我 先写了一个内衡 这个内衡呢 是我的一个兴趣 兴趣项目 不会很大 但是 欢迎大家来看一看 我的这个小成就 那么 当时呢 就很意外的引起了一些 注意 那么这个项目呢 后来就变成了 Linux 就是 这是欢迎的三个操作系统之一 他在一直有一年的时候 就发展成为了 超越了 等路的这个项目的 HER的内核 成为了一个最 最欢迎的 操作系统的内核 那么HER就很 就惨害了 当然他们不会认输了 只是说这很好玩 导致到后面呢 Linux上面的东西 Linux这个东西 严格上来说 你们所熟知的武装 比如说 这些发行版 他其实是操作系统的内核 加周边软件 Linux项目 严格说 只有内核本身 而没有周边 周边人 全是Know的 然后Richard Snowman 就很不爽 因为你们这个Linux 叫自己叫Linux 操作系统 不行 你们这个不对 你们的大部分 组成还是我们Know的 你们要叫Know Linux 所以就惹来了这个命名争端 Richard Snowman 是觉得现在的Linux 不应该的Linux 应该叫Know Linux 当然这是很好玩的 就是一个学术争端 有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做更多的了解 Know这个东西 还有Richard Snowman 这个空想法案 相传他是被拍到有吃饺食的 那么 说到这个自由软件 他91年的 这大概是96到98年的时候 他出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很很严重的信仰问题 就是说 呃 自由软件觉得这个软件 这个东西呢 no one should be restricted by the software they use 所以他们觉得 呃 首先一切的商业软件 包括微软件公司 苹果这些公司 都是Apple 都是 自由软件 所以 他们认为 他们定义了这个自由软件 然后 给自由软件 开发了一个 法律上 过了几个律师 说 我们写一个许可证 然后 这个许可证呢 是从法律保护的 你用这个软件 你要 我接受 上复许可 是吧 然后 这个许可要告诉你 你可以用这个软件 你可以修改这个软件 你可以从法律这个软件 你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 这个软件 你如果想说 哦 我拿了这个原来法词 我把它缺起来 我来赚钱 你不赚 我赚 不行 他说这个许可证 法律保护的属于软件 保护这个软件 不能够被避免 所以 你拿到一个公司 或者一个个人 拿到一个 自由软件的时候 就一个GCC自由软件 假设我基于GCC 我自己开发了一个处理器 然后我说 我来开发一个变运器给他 我用GCC 我修改GCC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GCC 商业性的发布 我不能说 你们要买我的变运器 才能用我的芯片 这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会被告的 就是会被他们那个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其错 所以这就是free software 带来一个问题 市面下读成这么多的 很优秀的自由软件 但是一个商业公司想要 它有力气 几乎不可能 所以这就是自由软件的一个 限制一个问题 就是商业公司 商业才是促进社会 发达的一个很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但是自由软件的阻碍这些商业公司的发展 但是商业公司自然就很不爽 那么他们觉得是吧 呃我们应该搞一些另外的路子 所以就我们就摆脱这个自由软件 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修改 所以呢 呃这件事情就觉得发小 那么直到1998年 这个王景 王景浏览器是很久以前的一个web浏览器 就大概流行在1999 在90年到2000年的时候比较流行 那么到98年的时候呢 王景浏览器不行了 我们这个微软呢 发布了IE 在这个windows有果 windows有果 存绑的Internet Explorer 就是臭名导致的IE 那么迅速的占领呢 全球 无有穷至少有六七成以上的市场份 然后直接把Netscape这个公司提报了 他们破产了 CEO带着小弟子跑了 他哪里没有跑 但他们的远马也在 所以这个时候 Netscape就想那么高层 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与其我让这个公司去破产 我们能不能给这个社会贡献什么价值 这个时候呢 Eric Raymond 这个人 这个人很传奇 因为我们介绍他 就是他跑来这个搞了一个这个 这个开业软件促进会 就说你们王景步入降 我们对社会有些冒险 你们反正公司都破成倒闭了 你们不如就把这个王景 乱七个原来码开放出来 跟我们进行学习 然后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 叫开源 叫open source 所以这个时候王景的高层就说 这个主意其实不错 反正我们都倒闭了什么 我们不如就成立一个基金会 然后这个基金会呢 会去负责这个开源之后软件的运作 那么我们会让爱好者继续开发这种软件 或者我们继续用另外有一帮人 成立这个基金会 继续进行王景乱七的开发 但他已经不能再叫王景了 王景已经倒闭了 所以呢 这个故事他们就觉得很好 我们就做完了 那么这个故事呢 然后最后就发现他今天大家熟知的火湖 火湖这个浏览器就是98年的时候还没有 他的全身就是王景浏览器 就是被爱意打到打到头过去的这个王景 那么王景浏览器呢 不王景公司呢解散了之后 另外一帮人成立的Moseta 就是他没有中文名字 但是你们可能会见到Moseta这个名字 是Moseta的中国的四名字 他其实不像模式 他觉得Moseta是一个foundation 是一个基金会 基金会呢 他接手了王景浏览器 进行了fineforce的开发 比这个现在 就是开源的故事 所以他其实很有趣 就是王景浏览器 曾经是赚钱赚了很疯狂的一个公司 但他突然就倒闭了 忽然倒塌 那火湖怎么赚钱 很明显火湖是赚不了钱的 但实际上火湖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foundation 它是个基金会 基金会要持续资金流露 他虽然是一个非营兴组织 但他也要有资金流的支持 而运作才行 所以很明显他们也需要自己的流露 而fineforce很明显 也不可能没有资金流露 没有收入 这样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型的开源 所以这个就很迷 开源也不能赚钱的 我们先撇开firefox不说 因为firefox的盈利方式很简单 它不就是投广告 当然你们看不到这个广告 因为这个广告不是一般的广告 比如说你的中国使用firefox乱七 你连地址来点搜索的时候 它会自尊挑战百度 这是跟百度合作的结果 就因为百度是克勤的 所以在中国 百度就是firefox的沃尔里来 沃尔里搜索引擎 而在美国就是Google的别地方 所以都是公司就给它钱 还有一个就是firefox 会接受捐赠啊 或者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出路都会有 那么大多数的商业人 他们会依赖一个更加popular的一个模式 就是卖服务 就是这个软件 软件本身 比如说你买一个windows 他大概要900多 1000多 1000块钱 这个软件本身值钱的 你买过来就是一份你自己的授权 但是开用软件呢 是做不到的 你买过来有人在买 那买过来 那个人不就可以把原料 免费送给其他人的话 那我们卖来做事 所以就 软件本身是不赚钱的 他们卖服务 所以红爆这个公司呢 是卖linux的 他们做linux操作系统 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盈利 而且他们上市 当然他们最后还被IBM收够了 这个红爆这个软件 这个公司呢 是91年 大概是2000年 他上市的时间 是2000年 再次之前 别人来想像一个公司 卖软件 他不卖软件 他能赚这么多的钱 我们可以看一下 红爆是怎么赚钱的 这红爆是一个很有趣的公司 我们可以看到红爆 他是作为他主营业务是语言计算 那么 他其实就是 他的语言计算业务 主要就是一个 他的linux操作系统 rehead enterprise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呢 口罩提供给你一种服务 就是说你用他的操作系统 但是你是不能更新的 你可以免费下载 你可以免费用 但你不能更新 怎么更新呢 你去买他的订阅 买他的每个月 或者每天的一些服务 他就给你密钥 你就能更新 那么对科技能所谓的效果来 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 也软件都是 每年都会有 每年很多软件都会有 上乘跟上万的一些漏洞出现 安全漏洞 而且安全漏洞呢 通常会有安全修复 大多数的人会在安全漏洞公布 之后的一个星期内 进行修复 那么红爆给你提供一种服务 就是说你装了我们的系统 并且买了我们服务之后呢 对于这些安全政策 我们能够做到 在安全漏洞 工之一众 工之一众 工之一众的 那个时间景 之前的两个小时的 或者更早 给你把古兵打仗 这样你在 所有的那些脚本小的 那些大嗨客 直到这些漏洞之前 你就可以把漏洞全给封炸 所以他们能提供给这种服务 所以洪澳这个公司 它传奇的留在于 一些人应该想一下 我卖一个软件 但是我不是卖软件本身 我卖附加一个软件上的服务 但我说的开业软件就是这么盈利的 包括像很多开业人 Linux本身 Linux有一个Linux Foundation Linux的基金会 就靠收大公司的钱 比如说华为是Linux Foundation 的一个国际会员 我记得应该是 每年应该要交好几百万的 这种巨额的会员费 那么他们也是有一些 为共利的一些 大公司的一些 技术交流在里面 所以Linux也是靠这些引力 他们不赚钱 他们是被引力机构 但是他们会有一些资金流动 去支撑他们的这场支出 可以看到洪帽 它就是提供非常多的服务 从个人一直到大公司 一直到超大公司 像IBM这样的公司 它可能以前是依赖 以前依赖洪帽给来提供一些 操作系统来解决包 现在不用了 现在洪帽已经是IBM4公司 被轴破了 那么所以说完这个有趣的容易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跟个人开发者相关的一个 就是许可问题 就是开完软件不代表说 我就放弃版权了 版权是有的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软件 然后把它开圆了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软件 你可以拿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不是这样的 比如firefox 这是一个浏览器产品 如果你男人说 我直接把这个原站 我下载下来 我把里面所有的firefox 这个字样全部改掉 变成这个USC浏览器 然后把它放在USC的机房电脑里 给你们看 我们USC有这个自主研发高兴的 国产浏览器 是吧 可以吗 理解算是可以 但实际上你会说到这个许可证的约束 就是说 你往往是不能都白开一软件 思意万维的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许可的问题 因为有版权附加在原代码身上 所以这个版权 这个原代码 往往附加于一份 叫license 许可证的东西 就是你 你们一般安装软件的时候 一个是安装软件的时候 弹出一个许可证的形象 然后你要勾那个 我接受的 巴拉巴拉巴拉 你才能继续往下走的那一条东西 那个东西是附加于软件上的 一个许可条款 只不过呢 币人软件 这个条款附加在 你最终可以执行的那个 二进制 那个可知性的文件上 开源软件 是把这个许可附着在 原代码身上 你使用这一个原代码 意味着你接受这个 许可证里面的内容 那么 开源许可证 一直发展到现在 也有非常多的种类 往往是个人开发者 很难去选择的一个点所在 比如说这里会有一些 从左边开始一直到右边 这个这是一个从宽松到严格的 开源软件顺序 就是开源软件也分宽松和严格的 宽松的这个开源软件 比如说在permissive下面呢 有一个public domain public domain意味着公有领域 公有领域就是完全放弃版权 表明这个版权我不要了 你们想爱干嘛干嘛 你们想做USU软件 做USU软件 这是public domain 很少有人会这么做 但是仍然会懂 就是我写右软件出来 我觉得我缺了它没什么意思 我不如把它公有领域去 想做怎么做 也有这样的软件 那么 从公有的领域开始 就会有一些越来越严格的许可证 这些许可证 会对右软件做不同意义上的现实 比如说最严格的那个 这个是Athelop HPL第三版 HPL HPL就是包括GPL LGBL HPL 都是刚刚提到的Richard Stallman 过了一批代誉师 写的开自由软件训练 是copy left 这copy left 我问题往前讲到 他们搞了一个概念叫copy left 以和copy right反过来 叫copy left 这个东西呢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copy right 版权所有 是说我控制这份软件 然后我控制用这份软件 你什么怎么做 他们说我们创造这个词 为了copy left 你有用软件自由 但我们会控制你的自由 我们还是会控制你 但是我们是控制这份软件 我们保证这份软件 不会被不自由化 也就是说 你用一份开自由软件 这份自由软件 你怎么做的好 法律任务 不会允许你把它变成商业 闭业软件 这是不可能的 会被 对他们起诉 就是copy left 的概念 所以 到了GPL 基本上是copy left 的情况 就是 agpl 是一个最严格的 例子 就是说 你不仅不能够避远 而且呢 他说的是 network protected 就是说 agpl 这东西 他们限制你的服务商 就是你用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 如果你 用它 向别人提供服务 用这个服务的人 可能不知道 你能用这个软件 用这个自由软件 但你如果要这么做的话 你一定要把 你的暗号 它是一个 比较变态的一个操作 它跟GPL 比起来 就GPL 它会告诉你 你如果 提供服务 或者是 只要你不是衍生的 不是 这个东西很难解释清楚 它是一个法律概念 所以呢 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查GPL 它是一个又抽又长的法律 也很少有人 能真正的 能搞明白它 所以开源软件 开发者 我们今天见到大多数的 小型的到中型的非大型的开源软件 他们大多数采用 Apache 许可证 或者是 BSD 许可证 或者是 MIT 的许可证 这些许可证 会告诉你说 这个 很宽松 你可以避免 你可以随便你怎么做 但是 你要把我的名字放在里面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 你至少说 你的软件 这么大一个软件 里面有这么一小块 有我的名字 你要把我的名字留在里面 以及把我的 MIT 的许可证 在里面 其实够了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任何情况下 你都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大多数的软件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东西 全合的软件 你喜不希望被别人用 喜不希望被别人用在大公司的软件里 但是又不通知你 或者是不给你钱 或者是 我来玩 这东西就是开发的自己要选择 当然了 当然了 不仅是软件 其实 现在开源在内 已经远远超出了计算机科学的伴手 包括 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Creative Comments 就是 叫什么 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也是一套法律习 它也是一套又臭又长的文本 但是区别 区别于刚才那些类层的不同的是 它这个区可证 是工作在艺术作品 或者是文学作品身上 有谁的文字 我可以用Creative Comments 那么我可以 它相当于是给你一种选择 就是 这个以前是All right 就是版权所有 现在你用Creative Comments 你可以选择 Sunrise 我保留某些选拟 那么 可以在他们的官网看来 有关于这个许可证的信息 那么 我可以去死 看不到 那么 Greative Comments 它具体来说就是它有一些 限制可以给你选择 呃 Greative Comments 有几个变化 变种 一个是署名 BY 一个是禁止商业使用 禁止演绎 诸如此类 你可以给你的作品 艺术作品 不是非计算机 科学的作品 加上这些现实 那么 比如说 Famous Photographer 拍张照片 整天有人问他要这个照片 能不能用呢 Famous Photographer 觉得很烦 他怎么样 他可以在照片里面照片的附加信息里面打一个 打一个就是说 这个照片 我要Creative Comments CCBY SA 就是Creative Comments 签名 相同化学共享 这样的一个 这一套 Creative Comments 我的组合 他的答案是一套组合 比较难理解 就是说 我用Creative Comments 这个方式来发表我的作品 我的这张照片 你要用它 你可以随便用 但是你要争取两个条件 一个是你要把我的名字 跟这个照片 写在同一个地方 第二个 你不能阻止第三个人 从你这边拿照片 再以相同的方式 分享我这张照片 这就是 share a life 就是 第三个人用你 第二个人的这个 作品的时候 他还是要用 这个Creative Comments 的方式去 发表 那么这是share a life 还有一些就是 限制 比如说 non-commercial 或者是 禁止演绎 这样就是说 比如non-commercial 就是说 如果你是非商业使用 你可以随便用 但是如果你是商业使用 你得联系我 我以另外一种方式 你要给我钱 因为你拿我的照片赚钱 所以我还从里面拿起 但如果你不拿我的照片赚钱 我能所谓 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还有就是禁止演绎 比如famous photograph 拍了一张著书馆的照片 然后这个MPRO拿去 批了一下 把它批的很有艺术感 或者比如批成了一个油画 然后放在公众号上 如果famous photographer 说我这样的照片 是cc cc协议里面的 禁止演绎协议 在发布的 那么这种操作 就是不被允许的 不能够 你只能以这个 我照片 发出来是怎么样 是你能怎么样拿去用 你不能把它改变 就是禁止演绎 所以这是 除了计算机 科学以外 领域的开源的概念 现在也非常普遍 只是说 大部分的人都没意识到 就是说艺术还有文字 创意这些东西 它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 是不应该被圈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被限制的 因为人类的知识是无限的 并且本来就是不盈利的 就是你创造一个点子 它是应该 就是应该所有人都去 有权利去了解 这些知识 而不是说我圈起来 你们要付钱 才能看我的idea 才能看我的想法 这也是有了 官和资本主义 有了之后 才有的东西 creative common 相当于是一个 也不能说共产 就是非常之 free的一个选择 对于艺术方向上来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讲了这么多 这些好像很法律的东西 有license 开源软件又 又不是完全 我开放文案给你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是又是法律上保护你 不能做任何事情了 那谁要保护我们 理论上是法律 比如说通过合同法 或者是通过一些著作权法去保护 开源人间的一部分或所有的权利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东西很难讲 特别是在中国 中国是一个最著名的 没有版权的国家 这不仅仅体验在个人盗版 和不盗版的问题上 而且还体验在这种商业 跟商业的往来之上 比如说一个商业公司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Wave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这个公司 他用了一个开源软件 但他没有说他自己用这个开源软件 而且他拿去盈利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看开源软件做的怎么讲 如果开这个开源软件 它的 这个 它是一个自由软件 就开源软件是自由软件的一个子机 它是开源软件的进一步的限制 如果这个软件是自由软件 那么这个Wear Technology 是没有办法 你用这个软件 你一定要说我用这个软件 并且如果修改这个软件 我一定要把它公开 他并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速度法律 所进去解决这种事情 但问题是 特别在中国 目前还没有几个 或甚至是可能还没有 这个开源软件作者 诉讼这个商业公司的获胜案 基本上是没有聊聊数个 而且诉讼的案 这个案例本身也很少 就是在法院里判的 就算你判你败诉的这些案例也很少 也只有说 在国外也很少 这其实反面突出来一个问题中的开源软件 其实是理论上受法律保护 但实际上可能不受 这是一个司法界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目前开源这个概念 还是在自然机科学流传 别的怎么办 但在其他的地方很少 但是就是说 艺术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全法的好处 但因为这个机科学这个东西 软件这个东西 执法运动也很大 而且它牵扯了往往牵扯了不同的区域 和不同的领域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谁都不知道 是吧 这个特别设计中心 我们也没办法 告诉你说 我一开源能做的 我到底能不能被法律保护 其实现在是没有一个固定答案 这个是需要 估计在接下来的五分钟时间里面 所有开源业界 要去考虑的问题 包括最近有这个 华为包括方舟编辑期之间 很火的事情 就是出来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讨论 就是说 方舟编辑期用了什么 开源设计 他开源呢 还有文学人 还有是木兰宽松学人 这是一个中国开源 就是中国不知道什么 公众组织号出来的一个开源组织 那么他们制定了一个license 就刚才说的一段license 其中的一个 他也就是调调广化 规定你这个人怎么用 怎么什么时候能用 什么不被保护 什么被保护 你能怎么用 就直接调调广化的规定 他也算是有这个license的规范 但是具体有没有法院去承认 这个东西的法律效应 法律效应 是不清楚的 所以 所以差不多就 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那么还有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就是这个 大教堂以解释这个标题 不是我想的 其实就是Eric Raymond 他写了一本书 叫这个抬头 我早就能帮我拿一下 有一本书具叫大教堂以解释的Coplier and Bazaar 这本书就是讲这个开源运动的历史 以及他的 以及Eric Raymond 这个人本性的一个建议 顺便一提 Eric Raymond 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个老猴子 可能有七十来岁 六十到七十岁 我们不太清楚他的具体面 他9102年呢 还在写博客 还在写上去 就是他一直不断的更新他的文档 不断的更新他的文章 博客文章 包括这本书 也是在这本印刷本出来好几年之内 一直在不断的被修改的 就是 所以这本书不是最新的 但是都是一些小说小笔 所以这本书呢 如果是说有人想去了解这个 更多的去深入了解开源运软件 以及它的一些历史 它是怎么做的 这些细节的话可以去外读一下 另外呢这本书里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章题 以及是一个贯穿其中的一个线索 就是如果成为一个带骇客 如果成为一个黑客 就是黑客这个东西 一直是被媒体污名化的一个词汇 要不然它跟骇客 cracker 区分开来 黑客是计算器爱好者的意思 而骇客是破坏计算机者的所写的名字 所以媒体基本上会把这两个词混合为几 所以我们的媒体上 我们经常听到说 又有这个是吧 大黑客 入侵某大型网络公司 是吧 13岁少年黑客 开玩笑 黑客跟轻木计算机系统的人是两回事 黑客就是计算机爱好者 如果你是一个计算机爱好者 那么你也是一面一个 黑客 所以这就是黑客跟黑客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里面它会告诉你 Eric Ramon对于如何成为一名黑客 他自己的见解 所以想成为大黑客的话可以去读一读 不要成为大跨客 就是这样 那么所以厂外或者厂内观众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问一问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开业软件工作者 在开业软件也 我数一数 我简秘上面写的时候我在开业设计做了七年 所以还是有一些信心的 厂外观众没有问题 厂内观众没有问题 厂内观众没有问题 每次等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尴尬 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人跟你说话 一般没有人跟你说话 所以直播间还有几个人 50个 这50个是虚的 我估计这里面有好多都是审查或者是 就是那种封记委员会 这里面肯定有封记委员会 虚的 这个数字是虚的 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了 别说了 再说就封了 所以没有的话就是这样 关于开业软件的话可以来问我 可以去sdflog 给大家介绍两个很friendly的词汇 有没有人要拒绝款 有人要拒绝款吗 我们要买硬盘 我们要买任何一切我们想买的东西 看不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人说过这几个词 如果你们知道这两个词什么意思的话 就笑一笑就好 但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两个非常friendly的词 一般是黑客 如果你问一个黑客问题 他90%的情况下用这两个词来回问 表示他欢迎你的提问 并且给你一些 practical的建议 比如第一个叫search the friendly web 就是你可以去问问友好的万维网 google或者是毕竟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 所以这个你问的人就不必要花费过多的口水 第二个是read the fine manual 那么阅读友好的文档 那么表示这个有文档 有手册 你应该去读一读 会让你受益匪浅 这是这两个词汇的含义 所以你们除了可以stfw rtfm以外 还可以问我们 那么扫完这个二人码 立刻加入大水群 加入美日约饭 跟集团鸡俱乐部一起玩耍 就是这样的 所以那么谢谢大家 打扰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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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